全民灾族 書節上回 上回就講到 永樂大地 朱棣就完成了疏通運河遷都北京的葬舉 他當然要做第二件大事 就是要派遣艦隊七下西洋 宣揚明朝的博位 講到這件大事 就要將來龍去脈講一講 在永樂王朝成立的時候 之弟派了兩個人 奮兵兩路帶領人馬去完成一件秘密任務 就是打探建文帝的下落 建文帝就火燒皇宮 生不見人 死不見知 大明皇帝失蹤 很大件事 所以要找人去打探一下下落 一路由胡營去拜領 胡營就沒有什麼人認識 所以現在要稍微介紹一下他 其實很難說 因為胡營的工作 一路都是做特務的 特務的東西 當然是秘秘密密 沒人知道的 所以他的事跡都沒有什麼人知曉 另一路就是由鄭和率領 這樣就不同了 鄭和天下文明的人物 他當時的舉動都很引人觸目 後來還命隨精子 留方白洗 那這兩個人 都是執行秘密任務 為什麼會差別這麼大的呢 這個我要講清楚 其實他兩個人的任務根本就不同 規模也不同 影響當然是不同 一個是秘密來打探建民帝的下落 另一個任務 就公開去執行外交任務 查訪建民帝的下落 只是附帶任務 並不是主要的任務 鄭和他統率強大的艦隊 大張旗鼓訪問西洋 他任務是先揚國威 是國家的使者 所以他一舉一動都受到舉世觸目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鄭和本人的智慧和才華 和他堅強的性格 所以他做出中大的貢獻 成為偉大的鄭和 鄭和 並非是什麼皇帝忠實 也沒有什麼顯赫身世的 他是全靠自己的努力 用智慧 承就了中國人的海上全體 在鄭和之前 也有無數帝皇帝 曾經試過航海的 鄭和之後也有很多航海家的 但是鄭和只有一個 鄭和在紅武四年 就是1371年出生 原名叫做麻三寶 是雲南人 自幼就聰明好學 更難得 他自小子 對航海也有很濃厚的興趣 當時中國航海 並非是熱門學科 雲南也不是出海之地 為何他這麼喜歡航海呢 因為鄭和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 他的祖父和父親 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 所有伊斯蘭教徒 心中都有一個最大的願望 是去聖程墨加朝聖 但是當時你去墨加朝聖 你猜這麼容易啊 墨加在今天沙特阿拉達境內 那麼鄭和的父親 就去墨加朝聖 經常跟他說 如何坐前出海 破浪遠行 經歷過無數艱險困難 才去墨加 又說那道 異國他鄉 風土人情 和奇人怪事等等等等 啊 就吸引著鄭和幼小的心靈 他對讀四思五經 沒什麼大興趣的 但是呢 就對鍛鍊身體 學習航海知識 啊 他就十分努力啊 那一年 附近習航海知 附近那年 復漆 陷浴 遠征雲南 用半年時間的平靜 也選了雲南一叛亂istes 征服雲南全景 那时候对待的儿童战俘 很残忍 郑和就不幸 让他们逐脚当战俘 做战俘的弟弟要进行阴谷手术 十一岁的少年 就是这样 改变了一生的道路 以后 郑和就跟随着 明朝大军去征展 北方的风雪 大漠的黄沙 磨练了这个不幸的少年 他在刀山火海血流成河战场上面飞奔 到上战绩 就代替了少年时代玩的玩具 现在打仗了 人人的故事保住自己的名字 谁得閒照顾你这个可怜的少年 一切只要靠自己是了 但你 悲惨的命运 并没有摧毁他心中的信念和希望 他用精人的意志 坚持到底 终于成为伟大的正和 梁启超曾经 嬴情加血 正和之后再无正和 正和就随君征展了五年 十六岁那年 那时他还叫马三宝 当时的燕王朱棣一眼就看中他 朱棣十分欢喜这个沉默寡言的坚强的少年 即刻就挑选这道涉身侍卫 从此 马三宝就一夜在朱棣身边 跟随着他创荡天下 足以有说 黄金是会发光的 你将黄金放在哪里 他都一样会发出光辉的 正和 他跟随着朱棣出生入死 屢立建功 达着那年 在郑村霸之前 朱棣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连破南军七营 大败李京龙 因此 马三宝就立下大功 就更得到朱棣的赏识了 朱棣在否当了皇帝 就立即封他做内官监太监 这个是内官最高的官职 第二年 永乐二年 皇帝呢 又被他更大的名语 指他姓郑 同时 他就叫做郑和 皇帝次性 是明朝最高的荣誉 可见 朱棣是几个看得起郑和 对他评价是几高 但是 郑和取得的荣誉 远远不止是这些 更加重大的使命和名誉 最降临在他身上 我们中国呢 历来有这样的传统 当一个朝代强盛的时候呢 他要走出国魂 去宣扬自己国家的强大 以威服其海 要令到天下来到景仰 至于我们中国国力的强盛 虽然 中国呢 也曾经因为扩大领土 和外国的有过战争 好像唐朝和阿拉伯战争 明朝和高丽打过仗 但是 总体来说 我们中国外交政策 还是比较开放 中国总是认为 自己是天朝上国 万物丰盛 根本就不用抢人家 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相反 我们总是十分慷慨 对外国光所 让中华民族先进的科学文化 传递给全世界 最大发明的最大的例子 所以 强盛的朝代 都是展开对外活动的 汉朝 就有贯通东西的支头之路 汉朝呢 有很多给我们落后的国家 派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 现在 明朝 经过资源将多年苦心经营 朱帝的大力整治 国力十分强大 朱帝是一个眼光远带的人 他呢 一心要扩大帝国的影响 要宣扬国温 要以德服人 他呢 也不想用闭关自首的态度 就想多点了解周围的世界 到底是怎样的 他要跟周围的国家来多多联系 那么明帝国 他周围在六地地区呢 是经过 很多朝代的开发联系 特别是汉朝 和圣唐的时代 和陆地周围的国家呢 已经联系很密切的了 但是 漫长的海岸线 隔着茫茫大海 海那边到底是怎样的呢 虽然也曾经有人冒险远航去过一些国家 但是 只是个别的 零星的行动 很多事呢 完全不清楚的 好像呀 那边 也叫做东洋 相对来说呀 印度尼西亚这边呢 也叫做西洋 之地 之所以被公认 是历史上少有个英明君子 最主要的 是因为他做出前人 未曾做过的大事 现在 他是要排出强大的船队 到过茫茫大海 去到一无所知的追案 来到了解一下世界 来到宣扬大明的国力 这件 这么冒险的远航 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甚至 你连想都不敢想的 在陆地探险 脚踏实地 简步行一步 但是大海航行就不同 海上风云目测 遇到大的风暴 你就呼叫 武门前军覆没 那时候是没有气象预测的 又没有电报 死了都没人知道 所以 要进行这么大的冒险 一定要找一个 有本事的人来到指挥船队 之帝毫不有意 将这个宣众的任务 交给郑和 郑和有丰富的航海知识 走经战争考验 军事质数高 性格坚强 还有一个很难得的 就是南洋国国 很多都是信奉 伊斯兰教的 郑和就是一个前程的伊斯兰教徒 那派他来展开外交工作 就十分有利的嘛 朱帝选择郑和来担当这个重任 确实就十分有眼光 因为呢 朱帝呀 他也都明白 郑和面对的 不单只是航行大海的任务 他面对的 一定是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些困难呢 是没有办法如先推测得到的 只有临机应典 那么唯有一个好像郑和减的人 他有多种才能的人 才能够应付得到的 永乐三年 六月十五 即是一四零年 七月十一日 郑和 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 郑和统领域的大船队 开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 郑和心中十分兴奋 幼年时代的向往的大海 现在就在眼前 等着我去征服 郑和统领这支远航的船队 是一支无敌航队 郑和 这支执行的任务 是搞外交木轮 最多呢 是附带去找建民计 这不是只要任务来的 为什么会叫做无敌航队呢 那你听一下下面的介绍 你就会明白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 和一代销雄 陈友亮 打过很多次水战 吃亏不少 一时差点连命都没了 所以朱元璋 做到皇帝以后 就十分注意 造船业的发展 明朝造船业 相当发达 造船的水平十分高 你就说郑和 他带领船队的船 根据史书记载 他带领船 四十四丈四尺墙 喂 四十四丈四尺墙 阔 一十八丈 中等的船 三十七丈墙 十五丈阔 大家计算一下 四十四丈长的大船 可以在船上开运动会 进行百米田竞赛 都可以 五百多年前 这些船 今天来说 都算航空母艦级 还有些震惊人的东西 船上 居然挂十二张帆 抛锚的船锚 和控制方向的船驼 算是巨毛巴 要百多二百人 叫着口号 一二三 提出力推 推得动 在南京 五十年代 曾经挖掘过 明代造船的位置 挖掘一条木桿 这条木桿的长度 十一米 那么长的木桿 人人都认为 一定是船上 拿来挂帆的危肝 大家想错了 经过专家研究之后 这条这么长的木桿 原来是用来 掌握船坨的坨竿 这么长的坨竿 十一米长的坨竿 你说那坨竿又多大 如果小的坨竿 用十一米的坨竿 来自动它 哟 照船家计数呢 在水下的坨竿 起码六米这么高 六米就是两层 这么高 这么大的坨竿 用这么长的坨竿 来移动它 哇 你说几多人呢 你没有一百几十人 你都搞得不行了 这些这样的大船 就叫做保船 保贝的保 就是当时 郑和船队的主力艦 还有旗艦 这么大的艦队 你说了 要几多船隻 几多士兵来操纵呢 哈哈 欲知后事如何 这不下会分解了 原文在族 直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郑和那些主力艦 旗艦 保船的那些离害法 今天除了保船 还有作战的战船 用来运输的马船 用来专门运粮食的粮船 用来专门在各大船之间 来往送人的水船 这次 这次 这次旁大的船队 配备齐全的船队 你猜有几多人呢 哈哈 张领和士兵 一共二万七千八百几人 喂 一支船队 二万几人啊 得了的 这么大阵势的 男队 转到去找人的 但就好像打仗的强大男子一样啊 所以说他是无极男队啊 由这些规模来看就十分清楚 张领和和胡营 所负担的任务 完全不同啊 十万八千里的差别啊 两个人 一个名存后世 一个直接无问 是不能够相提定论的 那张领和 手握统兵 目的 就是说要显示 明朝 国家的强大 但是他并非是拿来欺负人家的 他要完成的 是祸兵 有善 所以 他的航行 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流血 牺牲的战争 到处就播下 友谊的种子 张领和 是认真 表现出一个伟大国家 伟大民族的气度 强而不欺 而不怕 张领和的舰队 首先到达尖城 然后 就在尖城南下 半个月后就到达佐华 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佐华岛 这里 是马六甲海峡 重要据点 是由马六甲海峡 去非洲必经之地 这里 是一个人缘 囚物 物产丰富的地方 当时 这一带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 而且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未曾搞清楚 当时佐华 是由哪些人组成政府的 郑和船队 到达了这里 本来就想继续南下 但是一场悲剧发生 所以郑和 在他停止前进 郑和现在面临 十分艰险的局面 考验郑和的应见能力 当时 统治佐华有两个国王 这两国家正在开战 一个国王就是东王 一个就叫做西王 两国就打来打去 西王就赢了 这两个国王到底来龙去吗 怎么的呢 到现在都不太清楚的 只知道西王赢了 东王输了 又有这么对 郑和去的地方 是东王管车的 现在东王就打败将亡国 西王就赢了 攻占了东王的国土 西王暴下的士兵 就胜利冲分头脑 杀人杀到 忘了影 居然连明朝武敌 艦队上岸的士兵 他都杀了 而且 一口气杀了一百七十几人 郑和船 他的将士也知道 这个消息 行情洶涌 哎呀 我们大明皇国强大的男队友好访问 你这个巴掌 这么大的小地方 居然 斗胆包裂 杀过这么多战士 郑和的手下 纷纷来到郑和面前跪下 从屋楼梯 确定要报仇 要报仇 要反平西国 郑和呢 也十分气愤 这帮被杀的士兵啊 和郑和都十分熟悉的 他们离乡别井 跟着郑和远航 调棄第一站 就葬身异国 自己身为统帅 怎么对着他们的父母 妻宜 面对着手下 激劲的情绪 郑和呢 强忍着自己的悲痛 表现出 轻人的意识 和冷静的头脑 他手握从兵啊 现在如果要对付 小小的西王 真是举手之劳呢 但是 郑和就极力献了 开解士兵的情绪 他说 我们重要的任务呢 是先让和平有善 所以 绝对不能够用武力来解决 如果要打 很快就可以消灭的啦 但是 西洋各国呢 就会怀疑我们 这次远航的目的 所以啊 你们一定要忍耐 我要想尽办法来解决 那个西王呢 一致到手下 杀了明朝大批士兵啊 吓到云 非白杀 戚族派侍者 求见郑和 反复认错求情 解释是误会啊 误会啊 还惊着郑和 不肯放过他 戚族派人 留夜去中国 去找朱棣 去请罪 请求朱棣 看开一面原谅他们 误会啊 朱棣知道这件事啊 十分赞赏 郑和 孤全大国的做法 又狠狠奋斥了 西王的使者 要西王赔上 六万两黄金 哼 过了两年 西王呢 只拿了一万两黄金来 派事者 我们的国家又穷又小 挖地三石 都只挖得这么多而已 没办法找六万两来啊 西王的使者 提心挑胆 等于朱棣的分析 怎料朱棣 并没有发火 反而心平气 对使者说 我早就知道 你们根本就没办法 拿得出这么多来的 我要你们赔偿黄金 六万两 只不过 是想你们认识自己的罪过 难道我们 住在这些 赤多黄金呢 朱棣这种 欢红大量 彻底征服了爪哇的人心 从此 他们就长期向中国来到进攻 那么 郑和 解决了这次风波之后 南队就一路南下 然后就经过 宋门答立 石栏山等地 一路上跟西洋各国交流联系 同时 开展贸易活动 这些国家呢 接近了这么好的机会 就派出使者 就搭买郑和的船 去中国 去向永乐皇际朝宫 带来各国的使者 从这次出访贸易买来的大批货物 郑和 就到达 这次航行的终点 就是古里 古里 就是现在 印度的科札科德 是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部 这里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要地 在洪武年间 朱元璋就曾经派事者来到这里 这次郑和来到这里 也带有一个重要使命 因为古里的统治者 曾经多次派事者去中国朝宫 而且向中国清审 因此 在永乐三年 朱棣就向古里统治者 发放兆诗 封他为王 而且还似给他国王的大忍 因为路途太过谣言 交通不见 所以 一直都未完成这件事 于是 郑和下西洋 就代表明朝皇帝 由封古里的统治者 正式做古里国王 从此 两国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咦 郑和啊 几次下西洋 都是以这里为中选站 和落脚点的 郑和办完了这件大事之后 就准备回航了 那时候离开福建 已经有年几的了 回顾这件事 经历过不少的风波 终于完全重大的使命 郑和 感慨万千 古里这里 物产丰富 风景 优美 人民 和善 大方 友好 热情 这一切 都比郑和 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就带领 部下 跟当地人一切 建立了一个悲情 刻上悲闻 来到纪念这段历史 悲闻就是这样写的 骑过去中国十万余里 文物涵弱 喜好同胸 核石与止 永照万世 这个 在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郑和 船队返航 郑和 站在船上回望风景 轻而化的苦力 真是有点 依依不舍 苦力倒啊 我一定会再来的 看来呢 这一次远航 虽然有那次风波 但是总算胜利完成了 男队的上上下下 自家 只望老天爷赐福 风平浪静 早早回到家乡 和家人前举 谁知 大海就并无风浪 偏偏在古里广 就刮起一场风暴 但把船队整沉 自古以来 交通要地 都不是很安全 因为 很多人都靠路来发财 如果 你用水库船 用得最多的设计 就是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钱 所以 有路 就必然有难路打跌的路马 海上 是有杀人 撤破的海盗 不过 好像正和兰队 几万大军 配备精良训练有数 前上是安装 毁力精灵的大炮 有事兵带着火冲枪 世界上哪里有海盗 这么大胆 在太队头上冻土啊 等于北欧 你最凶狠的海盗 哪个敢抢西班牙 无敌舰队的 但是世界上总是有例外的 有些头到发热 错判形势 拿着手伤去打劫 刹那的人都会有的 下面呢 我正在介绍给大家认识 这人叫做陈祖尔 他是我们广东人 是广东潮州人 他现在要做一件荆天动地的大事 他要抢劫明朝无敌舰队 那你要攻打这支蓝水 你别说海盗啊 西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个本事 一支烏合之众的海盗 居然要做这么大件案 是你陈祖尔的发神经啊 你啊 陈祖尔 是广东潮州人 在洪武连间的一个犯罪 就跑到海外 那时候呢 又没有什么引渡法律的嘛 所以呢 也有人理他 后来他流落到三佛祭 就是现在引渡尼西亚 去到一个叫做 伯林邦国 就在国王手下 哈 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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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大将军嘛 是一个逃犯 做一个国家的大将军 那么不确实本事啊 啊 本事啊 更本事的东西还在后面啊 没了 国王死了 陈祖尔呢 召集了一批海盗 自立为王 不过 这个 这个 沃南邦国 到底 在现在哪里地方 又无从查考的了 哈 但是 不管你怎么说哈 他做了国王 是啊 那里面呢 我确实实在 在马六甲海峽附近 青黄青霸 道士 抢劫 横行 巴道 周围的国家呢 心乎痛雪 但是呢 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小的 国力有限 陈祖尔这个海盗国王 手下各个都海盗出身的 亡命之徒 所以呢 那些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但是个个都没有他办法了 陈祖尔 越做了越大胆 最初呢 他什么船都抢劫的 后来呢 就胃口越来越大了 抢劫水平就越来越高 专门大船来接 小一点都不抢 大鸡不吃小米 那郑和船队 浩浩荡荡来到马六甲海峽 陈祖尔呢 一早就打探到 郑和的大船 撞满了各个朝供的金银真宝 和这次交易买回来 值钱的货物 如果能够抢劫到一两只大船 发达了 几小都不洗得了 所以呢 他就想着想着 又好什么办法 造成这单大生意 那陈祖尔也不是白痴 他也明白 你去攻打这么强大的艦队 多多都不够死了 陈祖尔也十分有头脑 他就想着一个办法 假投降 他麻痹郑和 然后报纸的手下突然 就算是打郑和的保船 其他海盗呢 就同时想船给抢 抢得多少就算多少 那他这个计划呢 也很有水平的嘛 还有一样东西你也猜不到 这个强盗啊 居然有本事 召集到五千多人 二十几只大船 准备来来襲擊正我船队 五千多人啊 这帮人也没过好人的嘛 个个都是杀人放火 打劫老手来的 你说一潜在意啊 谁一口咬死都有之的啊 这个陈祖尔 他因为做了几年国王啊 虽然实际是个小小的部落 但是附近的小国 个个怕他啊 他就吃了很多甜头啊 故事就充分头脑 以为自己呢 了不起是马六纳海峡的霸主 又是地后舍 可以在正和船对着 发一副大胎 趁小人得志 乐极忘形 你一个无耻之徒 一个无量的逃犯 你要跟正和来都交调啊 哎呀 坦之为太不自量了 他第一次见到正和呢 正和就十分友好来接待他 很和善地对他说 鼓励他气暗投名 陈祖义就以为 哦 哦 我最初以为你正和 是威风凉凉的统帅啊 什么 原来成了外交官 那样的资深 你以为你以为打仗 他根本就不知道 正和十一最开始从军 在朱棣身边新京百战 参加过几十万大军的写战 几次大战亦都有参加 从当代的名将 姓勇平安写战 都有过交锋的 你 你小小一个海盗 要跟他争高低 哈哈 真正的屁股 陷大事 可笑可笑了 后事如何呢 期待下会分解 原文再组 朱节上会 上会呢 就说到 就是陈祖义 想用假投降的办法 来到欺骗正和 想乘机来到攻打正和的艦队 正和这么容易被你骗到吗 其实 正和 还未曾经到马六甲海峡呢 就知道 这里的海盗十分枪缺的 他已经下令 各个艦队的官兵要加以提防 陈祖义 陈祖义 假投降 陈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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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懵静静 以为骗到这位诚意近人的统帅 看起来 陈祖义 陈祖义 那帮兵的手下 准备实行 铺随 看到下令 正后 都说烤登黑霍 看不看,好像沒什麼防地一樣,於是就下令要供選,前線剛剛看來而已, 明軍的艦隊突然在殺星四起,大拋齊鳴,海盜的船隻就變成明軍的活法, 一下子五千多海盜,基本上都撞身大海,他們都擅脆,被打尋殺幾隻,俘虜了幾隻,就是這樣,前軍復活, 這個海盜國王陳祖義,當場作主席,鄭和就吩咐,不要殺他,他還有用, 後來,將這個陳祖義,壓制中國交給朱棣,朱棣就立刻召集各國的使節來, 當著他們臉,殺了陳祖義,一來呢,是證明我們明朝的偉大強盛,誰敢敢觸犯我們的,就沒有好下場, 另外呢,也都為民除海,大快人心,難怪鄭和吩咐,不要殺陳祖義,留著他還有用, 果然,臨死他做什麼好戲呢,以身試法,要警識後人,健平沒有做海盜,要不然就殺,沒有好下場, 那樣,鄭和這次的遠行,就取得極大的成功,在永樂五年九月,他們回來精醒,受到朱棣十分熱情的歡迎,於此,不但將大明帝國的威名傳播海外,傳播友誼,結交朋友, 進展地做生意,使朱棣十分熱情,使朱棣十分熱情, 使朱棣十分熱情,了解了一支皮膚又黑的民族和他們神秘的國家,在朱棣全力支持下,鄭和繼續他的遠行,以後,他永樂五年,永樂七年,永樂十一年,永樂十五年,永樂十九年, 五次統領另外的艦隊,下西洋,後來的五次下西洋,和第一次來的比較,基本相似的, 除了路線不同,到達地方不同,路上碰到的事有多少不同,其他,基本相同。 所以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鄭和的五次下西洋,和第一次, 天洋國威、以德福人,和帶有些試探性的冒險就有多少不同了,現在呢,是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貿易。 在他的五次轉行,也做了不少事,做了一些外交活動,他請調解一些國家矛盾,維護世界和平,他調解了陷阻和蘇門答納的紛争,避免兩國開展,他又懲罰了一些,不聽招呼, 此次制橫行的國家,好像石蘭山,他將他的國王,即招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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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蘇六國的代表團,是國王親自帶隊,總計人數三百四十多人,一共來了整個月,又吃又吃又玩才離開。 其中,鄭和呢,還帶回我們中國人,向往了幾千年的吉祥野獸,麒麟,後來才證明是長頂六,不過,在當時來說,是一件很大的事來的。 那麼,經過鄭和努力,西洋各國,和朝廷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雖然,彼此之間生活習慣不同,國家強弱,上差很大。 但是,開放的大明帝國,並沒有零眼相看,大明以寬容的心態去對待這些小國,是征服了這些國家的人心。 大明帝國,帶來的是貿易產品,和協助貧窮國家的物資。 鄭和,他統領威力強大的艦隊,從來沒有主動攻擊過人家,即使萬不得以進行自衛,也十分有分線。 好似,他對那個橫漫搶劫的石蘭山國王,經過一番囚禁之後,還將他放棄了。 雖然,雖然,雖然擁有這麼強大的攻擊資本,但、艦隊,從不欺負別人。 西洋人无论是贫富 都在郑和兰队的远方来客面上 看到真诚的笑容 西洋人民在心中明白 这些中国人是带来友谊的人 是吸引者 并不是来略取的人 无奈大批西方的冒险家涌到这里 他们十分惊奇发现 知道国家有巨大的财富 但是并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于是他们就用各种暴力手段 杀人放火 掠折当地的财富 很多掠折者 都是手拿着圣经 说来传播上帝福音 但是正如一位著名的南非政治家 他说了一句十分深刻又准确的名言 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 他们手上拿着圣经 我们手上就拿着黄金 后来就变成 他手上拿着我们的黄金 我们就拿着他们的圣经 中国 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拜明王朝 拥有压倒性的军力 能够平等来对待这些小国 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圆境 千里而来 是帮助当地 是吸引 不是来掠折 这些 确确实实是十分了不起 和西方侵略者来得比较 简直是千怨之别 西方靠武力来到征服弱小国家 中国是用善良的心灵 去感化人家 所以 当郑和船队每到一个地方 当地的人都纷纷出来 迎接这些远方来客 与几次远航 郑和船队还开启了新的航线 他发现 经过印度古里 即是现在科杂科德 和刘山 即是现在马尔代夫岛 可以避开风暴区 直到达阿拉伯半岛 红海沿岸 和东非国家 这个 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六次远航 郑和船队最远 去到非洲东岸 他拜访过很多国家 包括今天的索马尼 莫桑比亚 肯尼亚等等 以致 都是古代中国人 到达过最远的地方 整和六次远航 然后经过十五年 去过无数的地方 但是 有一度他最想去 一只思念的地方 他没有去过 就是正和 一生属愿 去墨加 朝圣 他没有去过墨加 一个伊斯兰教徒 最大的理想 就去墨加 去朝拜 清醒 但是呢 正和天天 又没有去到墨加 不过 他并没有灰心 他坚信 下一次 下一次远航 我会有机会去墨加 朝圣 不过 一个非常不幸的事 沉重打击了正和 凌落二十二年 最支持正和航海活动的 朱棣 离开人世 他那两个儿子呢 就顾着担绝王位 就没有人想到 要进行这些什么 不切实际的宣扬国威的远航 现在这个白发苍苍 就快六十岁的航海家正和 被人遗忘 远航就此结束 墨加朝鲜的梦想 从此破灭 等待着正和 只坐在岸边 遥望着大海 过意孤单 寂寞的养老生涯 这世事难测 正和自己都猜不到 离开第六次远航七年之后 朱棣的孙 当今皇帝 孙德皇帝 现在找到正和来惊醒 趁着接见他 派他组织船队 即刻去远航 啊 这个真是天大喜讯 不过七年没有进行远航了 参加远航的人呢 大多数都走的走 老的老 死的死了 正和呢 又要重新组织人了 又要找新人来参加 全职要修理 要重新添置新船 再任务十分监据 但是正和 只用了一年时间 将所有工作都准备好了 是孙德六年 正和第七次下西洋了 孙德皇帝 是一位十分有违的君主 在以后我们会详细介绍他 朱帝这个孙子呀 他的父亲呢 就是那个闭脚太子 朱高次嘛 朱高次好短命 做了一年皇帝 他的儿子 朱占基 帝位 这个就是孙德皇帝 孙德皇帝 这个非常有作为的君子 可惜 他做皇帝的时间 只有九年 合同他父亲的两孙子 才做了十年 但是这十年了不起 这十年历史上就有名的 仁孙之子 是圣世 圣世的皇帝 都想君临万邦的 孙德皇帝就想学他 宪德皇帝 派人去宣扬国归 将自己当上皇帝的事 向世人公布 又要将明朝现在 国泰民安 十分强盛的情况 来到冲暴天下 使得各国臣服 巩固明朝第一大国的地位 那郑和呢 是忠心耿耿 一心为国的大臣 将全部心思 都放在孙阳国归上 但是呢 想去墨加朝圣 这个强烈的愿望 还是令他朝思暮想的 现在 已经碎碎路意 海上的风落 不能够再置参得很久的了 何时才能够 了解平生所愿 郑和的船队 到达马六杂海峡 将孙阳皇帝 交代他做的事 全部做了 将皇帝继位的消息 传遍四方 又和各国密切交往 扮演了公事 郑和就带领船队 穿过万德海峡 沿着红海北上 一直在向自己几十年来 日之夜想的地方 墨加 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 墨加 墨地拿 耶路撒冷 最重要的是墨加 伟大的穆罕默德 就在这里 创立了伊斯兰教 穆斯林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来这里朝圣 不理你们是什么种族 什么出身 不理你们是坐船 坐车 或骑马 行路 只要有一线希望 你都要想尽办法 来到这里 向真主安拉 和圣石 透露自己的心声 郑和来到这里 这位优秀的航海家 伟大的创造历史的人 在墨加 他只是一个 虔诚的穆斯林 这个 是长达五十几年的朝圣之旅 五十年前 梦想开始 五十年后 梦想成真 今天 终于来到 圣地墨加 亲手触摸到 神圣的圣石 从幸福的幼年 到痛苦的少年 到风云 战幻的成年 如今 风足残年的老者 过去 在残陆的战场上 施杀 在朝地中 经历 意义可诈的 全谋斗争 在浩瀚大海上的 风风雨雨 京途骇浪 经历过 无数挫折 考验 终于来到 这 现在 现在 出史各国的 远航使命 已经完成 此生 绝无所求 无缘续 而 可以回航 返家乡 郑和的船队 就开到 第一次下西洋的 中转站 古里 准备在这里 启航翻翻 祖国 后事如何呢 请在下回 分解 全民灾族 出席 上回 上回就说到 现在 正和 已经完成了 七次下西洋的任务 国家交给他的重任 完成了 他自己 日出夜 想去墨家朝圣 的愿望 已经完成了 可以 翻车了 可惜了 可惜了 正和 再不能够回归故里了 几十年航海生涯 耗尽他一生经历 正和在归途中病了 终于一病不起 当正和的船队 来到印度的苦里 正和 便到达他人生的终点站 唉 说起来 真是会有一些天意注定 古里这个地方 就是正和第一次下西洋 将这里当做中继站 也就是他在这里 返回去中国的地方 在古里 正和当时 正是意气风发 在这里树立了一块碑石 飞石上边飘越 黑石与之 永绍万世的豪然壮业 二十年前 正和第一次下西洋 最后就在这次回中国 二十年后 这里成为正和 出下西洋的终点站 人生巧合 令人感慨 正和并没有后人 他将的伟大的业绩 留给我们祖国 留给我们民族 正和 死了六十年之后 有一支 由四个战艦组成的船队 来到古里 这个船队 领导者叫做达加马 是葡萄亚人 他上岸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财富 当他找到这里的特产丝绸 和香料之后 他立即入发财 发财之后得意忘形 达加马就在古里 树立了一支标杆 他宣称 这支标杆 就是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 从此 古里就树立了两支标志 一支 就是正和树立的碑庭 一支 就是这个葡萄牙人 树立的标杆 正和树立的 是宣扬和平 友谊的封碑 这个葡萄牙人树立的 是宣扬财民主义的标杆 一个流芳百世的飞庭 一个胃臭万年的标杆 就永远留下在古里那里 我们再看看正和 七下西洋 影响之深远巨大 正和七下西洋之后 很多东南亚国家 就纷纷前来朝贡 而且有些朝贡的方式 十分特别 你照算来朝贡 派个大臣来当使者 那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国家 啊有国王 亲自带队来的 根据统计 在永乐年间 同正和下西洋 有关的东南亚国家 派事者来的 或者皇帝亲自来的事节 有三百几次 平均每年有十几次那么多 扩设的正方空前 好像当时的文来 门次家 苏禄 古麻次郎 这些国家 每次都由国王亲自带领来的 而且 有些国王 不像现在的事者 住三几天就走 他们一次就住一两个月 有时 还带几百个事者 一起来的 又吃又吃又玩 与其说来朝宫 不如说他们来到旅游 还有一个惊人的事 居然有三位国王 他留在中国人 得了个病 病死在中国 但是他们临死前定下为主 居然的要求 迷藏在中华大地 他们身为一国之君 对中国居然仰慕到如此程度 中国也十分尊重他们的选择 用亲王的礼仪来到后葬这三位国王 啊 一国之君 死后 不愿回归故土 宁愿葬身二国 可见 当时大明帝国吸引力之大 又好像楼球群岛的三国 中山呢 山南山北 他们不单止派侍者来到中国进攻 还将很多官方子弟 派来中国独师的来留可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吸引力呢 其实非常简单 中国强大 在明朝 朱帝统治下 国泰文安 受了永乐大展 周通运河 迁到北京 七下西弱 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 当时 中罗马帝国已经厌厌一息 英国法国百年战争 打到你死我活 哈布斯堡家族呢 外强中干 特意志帝国四分五裂 中国 在当时 是世界最强性的国家 所以 你强大 人家就会来 朝拜你 奉承你 进攻给你嘛 就像做人那样 又钱又小 自然人家就会讽诚你 又穷又没面 洗菜你嘛 那在诸多 朝贡的国家里面 有一个国家还要讲讲他 就是日本 在很多朝贡的使团中 就有日本使团 在永乐元年 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是袁道尔 他就派使臣到中国来到朝贡 当时呢 这么多是朝贡的使团都平安无事 才是日本的朝贡团呢 就出现问题了 原来 当时明朝政府啊 是准许各国的外交使社 携带兵器来的 但是日本使团 就不同其他啊 他不但自己带着配刀 还携带着大批武器入境 在完成外交使命啊 他们呢 就将带来的那些大刀 武士刀 在市场上公开出卖 你都赞外快啊 那么按照今天海关条例呢 这些做法都不对的啊 那时候的大臣呢 就建议 将他们违法者 作词运了两天 教训一下他们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师弟就显示出 开明的态度 他认为啊 日本人来中国呢 要经过大海 远到重量的很危险的嘛 来一趟实在 他并非容易 所以 书帝就突结开恩 提准日本人 在市场上出卖武器 那么永乐大帝的时代呢 日本统治者 立分怀火 就分析日本的市臣 找他们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明朝强大 日本呢 他说很会做的 立即出兵 叫随窝口 还将二十几个大头 想叫的人 交给中国来到市致 朱帝也好 给日本 将那二十几人 交给日本市团 叫他们压戒日本 由日本来到处理了 怎么知道那些市者呢 就嫌疑事 黄祖压户都是斩头的 不如就地解决 于是 就去到宁波里 将二十几人 统统杀了 那么日本 就没领到 朱帝这份情了 过了没耐 明朝派试着日本 日本当权的将军 居然 私自抠留师姐 并且 从此 就再没有向明朝 朝宫 两国关系 就进入低潮 不过 除了日本 其他大多数国家 和明朝关系 都很融合 那时候 明朝的将军 虽然就没有 蒙古全盛时代 那么厉害 一直打到欧洲 但是呢 已经是北到蒙古 西到西里 东北的控制 女真 西南的拥有西藏 而且 朝鲜 汉南 现在越南呢 都是大明的属国 他的影响力 完全可以从汉塘 政势来到比美 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那么大明的老百姓呢 解决了战乱 解除了受外席的侵略 也都为自己的大明王国的子民 感到自豪的 但是 书欲静 而封不止 大明啊 是 以仁以待人 但是 有些国家 不领你情 还是不领安分守己 转本来堵乱的 最早出现麻烦的 就是安南 安南 就是现在越南 又叫做交子 汉塘时代呢 可能是中国一部分的 但是到五代那时候 中原地区内战 打到天翻地覆 根本就没人理到安南 于是安南就乘机独立 不过 他仍然是中国的属国 而且交往还很密切的 明朝 朱元昌的洪武年间 曾经拆封过安南国王秦始 安南呢 也都访效朝鲜 连连向明朝朝宫 而且 凡的大事 好像国王继位 这些这样的呢 都向大明品报 执到大明正式批准拆封 然后才确认为合法 但是到建文帝那时候 安南的局面 就被打破了 他国内发生了一件 精天的大事 由于安南方面封锁消息 大明一无所知 到永乐元年 安南国王就照例派人来朝河 师弟和礼部官员就发觉 文书上面 安南国王那些姓 不是姓陈 姓胡 文书就自称 陈氏已经死了 他是没有儿子 所以他国王的皇位 就由他的外甥 胡思 来到继位 胡思就被百姓 涌立为王 就请求大明王帝 这份文书 那这份文书看来 好像几合情理的 好像没问题的 但是 政治经验丰富 头到冷静的朱棣 就感觉到 这件事有点不妥 他立刻就派官员 去安南 来查访真情 派出的官员 接着让伯 他带领随从到安南 就偷旗兜了一圈之后 就回来向朱棣报告 说安南国所报的 确实并无虚假 于是朱棣就正式 拆封胡思做安南国王 到第二年 就永乐二年 安南国大臣 陪北齐 突然来到中国 说有紧急的事情 要紧报为皇上 朱棣就直接接他到京城 亲自见他 原来呢 在建文帝时期 安南国的承相 黎归里 突然作反了杀了国王 和拥护国王的大臣 他自己的執掌皇位 改名叫胡一远 而且用船 给他自己的儿子 同时 安南就被他护士 两子爷统治 就欺骗了大明王鸡 取得拆封 陪北齐 学习是一位忠臣 他在庭下痛哭楼梯 掃雪一场 安南的劫难 送请了一封诗讯 封讯就写了十分众人 他说 神不自量 今后 尽暴遂 绝重 哀明 脱下 復元 庭 召佛之师 龙 继绝之意 放除 奸空 缩离 沉尸 神 死者 不留 信是写得好的 但是 朱弟是一个 饱力 瘡壮 精通 权术之人 他知道 如果听诵 陪北齐的说话 那就要出兵 吐佛安南 这么大件事 不能够凭一面之事 作出决定 朱弟就安排 陪北齐住下来 让他想清楚 我没见过 他又来了个不速之下 提供了确实的证据 这位客人 是安南国王的弟弟 陈天平 陈天平 说的事 跟陈天平 说的完全一模一样 看来 这件事 确实 没有假 但是又有个问题 朱弟 朱弟从来没见过 陈天平 平 他自己说是国王的弟弟 但是 真 还是假 陈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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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是年底,各國的市節,招勵向大明朝賀,公宿大明王國,來年封朝,以信國泰民安。 安南,易少麗,派市節來到大明的驚醒,他們也猜不到,一場好戲等著他們來演出。 安南市節來到大殿,準備拜見皇上,師弟突然出聲問, 誒誒誒,慢著,你們來,你們來看看,看看這個是什麼人,你們認不認得他? 陳天平就突然走出來,望著安南來那幫大臣,那幫大臣一,見陳天平, 每個人都怕到面無人,會一起跪,爹爹一口頭,這個是國王的弟弟,黃叔來的嘛, 靜在這個時候,陪伯企走出來,哦,這出氣是怎麽做下去呢? 浮智厚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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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分解,賢文哉足,四節上回, 上回就講道,那個陳天平突然走出來, 那班安南派来的使节一刻见到国王的弟弟王朔出来,吓得面无人的跪在地上抠头认他,这个时候,徐伯企就出来了,指着这班使节痛斥他们,明知道这个国王是散夺王位的, 居然为虎作产,接着这奸臣策子,夹来欺骗大明王国,朱棣现在就明白全部真相,下案而起,奔斥这班作家案的大臣,接着朱棣夏兆斯,追究安南国王胡氏两子爷,胡氏国王立即答复,我错了,我知错了, 我马上改过,还解释,以前我不过是临时代管国家,并不敢删除王位,连国号都没改啊,现在还留回王位,等陈千平回来继任啊。 朱棣说,朱棣收到这个回复,也十分满意,他用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表示,只要你们给回王位给陈千平,过往的事就不大追究, 好,还答应,要分封土地给胡氏,接着呢,朱棣就准备,送陈千平回安南写王位,朱棣做事啊,一向稳振的, 他现在还不太放心啊,哎,你胡氏两子爷口头说得这么好听,怎么知道你怎么想啊,所以呢,他就安排,来朝拜这帮安南市臣, 要那些陪同陈千平一起回去,另外还派广西将军黄宗,统领五千军马来到护宋,可以说是万无一策,谁知,浩浩荡荡荡的大队人马回安南,安南国王, 队然斗蓝爆船的半路难折,杀了陈千平,连明朝的史臣都杀了, 萧息传到京城朱棣,生怒到火墓三象球学长出现,哎呀,你当着我明朝大军面前,杀了我胡宋花江皇帝的陈千平, 连明朝的史臣都杀,似仇不报,让兵何用,似仇不报,带明帝国团有什么颜面天人,唯一教训他们的办法, 就去打,打,打一个落花,流水,安南呢,就杀了陈千平,胡氏两子爺这一方面就过得放心啊, 陈侍后人都被我杀了,没人再来欠王位的嘛,但是他们要明白啊, 这回连明朝的史臣都杀了,得罪大明帝国,他一定来报仇的嘛,那怎么办呢, 不过呢,他们要有些幻想嘛,我们安南地方天壁,又穷困, 就算打到来啊,你都没什么好搂的嘛,没什么游泳的, 如果我熬了几年,或者明朝会放过我们小小的安南呢, 安南国王就提心吊胆一年过得三个月,都不见动静嘛, 心情就稍微安乐一点,是呢,朱棣这个人, 说做就做了从来都不拖拉的, 他怎么这么久都还不动手呢,喂,他要做好准备啊, 去打一个小小的安南国,要几个月来准备啊, 当然了,你知道要派几多人去啊,几多啊, 三十万军马,啊,三十万啊, 当时对外号称八十万大军啊, 以三十万大军,是由最著名的大将, 朱棣做统帅,朱棣的事呢, 以前都说过很多次的了, 此人有勇有武, 几次救过朱棣命啊, 他又立下无数功劳的, 派他做统帅, 可见朱棣对这场仗的重视啊, 三十万大军,兵分两路, 一路在广西出发, 一路就从云南进军, 那从古到今呢, 攻打安南呢, 一定是敢去的了, 这些是套路来的了, 可怎知, 一件意外发生了, 行军途中, 统帅朱棣, 突然得个急病, 半路死了, 哎呀, 好难讲的, 由广西, 去到安南, 沿途十分难行的, 足足行了三个月, 可惜啊, 朱棣未能够亲自指挥这场大战, 无办法完成老上司的委托, 壮志未求, 身先死, 朱棣就少了个最得力最可靠的大将了, 那统帅死了, 他的职位就由张育的儿子张富来到接任, 张育是朱棣最宠信的将领, 称他为盛难第一功臣, 那他的儿子张富, 虽然是出身名闷, 但是, 现在朱棣突然间去世, 他临急临望来到顶上的, 伦威望呢, 他是差得好远的嘛, 到底能否升任, 很多人都只怀疑太道的, 张富就继承了个父亲, 张育的优良传统, 第一件事, 他就提高大家信心, 要求大家团却一致对地, 他立刻就召集第一次的军事会议, 强强继续向大家介绍他的作战计划, 和军事部署, 计划之周密, 部署之精可, 令全体部下杂分佩服, 最后, 张富用语众心长地对大家说, 当年开平王常遇军, 转京途中去世, 齐阳王李文忠代替他, 当上主席, 率直大破军军, 我呢, 虽然没有这样的才能, 但是, 我愿意学习先辈的榜样, 与各位一切同生共死, 平静安南, 张富果然就取得三军的拥戴, 稳定军心之后, 又做足准备, 张富在广西, 行上出发, 向安南顺军, 另一路大军, 就是由牧城统领, 由云南出发, 向安南的腹地来到进攻, 张富一路过关, 斬枪如入无人之境, 好快就跟另一路大军会合, 在明朝大军面前, 是安南一座防御, 非常牢固的军事统阵, 叫做多邦, 安南当时说是一个小国, 但其实不是吧, 不算少的吧, 足足有七百多万人, 而且地势险要, 山地多, 河流多, 二手难攻, 胡氏国王两子爷, 就想着我死权难打, 拖死你明军, 消耗你的兵力, 逼你涉退, 现在, 面前这个重振多方, 说就坏防御坚固, 但在强大明军面前, 似乎并不是这么难打的, 一路来, 势而破续的明军将领, 普遍存在于轻直的情绪, 个个急于日举攻破城市, 快地外旋回国, 与家人团聚啊, 但是张富呢, 就并没有看得那么简单, 他又下令, 驻兵在城外, 固守阵地暂不攻城, 他派出大批政策兵, 去精探城市的内部情况, 张富的窃脖就告诉他, 这一座神秘的多方城不简单啊, 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地方, 果然, 经过多方面的精察, 城市不但城上, 坚固城内有一件惊人的秘密武器啊, 哎呀,秘密武器啊, 大将, 大将的大笨将啊, 哈, 你说他笨啊, 一点都不笨啊, 打上来十分灵活啊, 这种大将啊, 身材巨大, 一座山那样, 骑口力带, 刀枪不入啊, 你用刀枪啊, 用枪刺着拷痕啊, 他一通过来, 你就人仰马翻, 没得整啊, 太都猜死你啊, 好在将父呢, 就拿稳阵数, 好急于功成, 略的不是啊, 结拜无疑的, 不过, 你现在是知道, 城里面呢, 有大将兵团, 那你怎么对付他呢, 不怪得, 护士两子爷这么嚣张啊, 原来他有这个秘密武器, 将父, 想来想去, 想不到一个对付大将的办法, 那时呢, 那时呢, 有人提出了一个, 制服大将的好办法, 不过这个家伙呢, 讲了底下没有讲的, 其实呢, 应该发一个, 廖上天开奖给他, 你猜他建议什么呢, 他建议用狮子来对付大将, 因为狮子乃是万寿之王, 大将一定不够狮子打的, 他在历史上, 从来都没试过, 有人祖敷狮子和大将决斗的, 到底天国好打呢, 你就不知道啊, 但是有件事啊, 你去哪找狮子啊, 哈, 中国没出产狮子的嘛, 根据侯汉诗记载, 汉将帝的人呢, 越是国又送过几只狮子来朝贡, 那越是国呢, 也有人说是应该去读狮子国的, 那应该读什么呢, 我就没什么研究, 我暂时还叫越是国一点, 另外, 安息国, 也曾经进贡过那些狮子来, 不过你进贡狮子肯定不多的嘛, 这些是稀有动物来的嘛, 当时又没有人工繁殖技术, 今天死一只就少一只的嘛, 哪里有多少剩都可以的, 你怎么组织狮子打大命仗都可以的, 江户就经过反复研究, 他想到一个对付大将的办法了, 江户几十万大军, 住宅在多帮城外, 守城的安冷士兵都慢慢就放松了那些紧张情绪的嘛, 以为明朝大军心内都不打, 一定是知道我们城池坚固不敢攻打啦, 我们城中收藏有大批量食, 等你这帮人城外风吹日晒雨淋, 粮食不够的时候, 不用我打你, 你走都走不及啦, 汉南国王就确实想错格, 几十万人为之城市, 这么久都不打你, 你不怕你呀, 刀是越磨了越利的嘛, 魔力把刀斩下来就更加尽手啊, 江户已经准备了, 好几支冲锋的敢死队, 只是等待自己的攻城, 到十二月, 一个深夜, 江户一声令下, 四路大军同时攻城, 有一个将领就达雪落力啊, 这个呢, 就是都督王宗, 大家还记得吗, 王宗啊, 上一次呢, 在广西统领五千大军, 护送陈天平回去当国王, 判怒, 被安南军伏击, 连陈天平都杀了, 明朝市只要杀了一套怨气, 今天, 报仇雪车的时机, 欧良, 王宗, 亲自统领大军, 冲过护城河, 冲入波邦城, 另一个都指挥蔡福, 亦都亲自架涉民提, 带头冲上城上, 这两个高级的指挥官啊, 神仙时出, 大大鼓舞的士气, 个个奋勇争先, 一口气就攻破外城, 打得入内城, 九城的士兵, 怎么都猜不到, 明骨突然间发威的, 日下只得四散逃跑, 九城的将领战大西不料, 连望就拿出杀手架, 放大将一体, 用大将冰箭来冲锋, 江富就早有准备的了, 他呢, 组织了大批马匹, 用煲扎着马眼, 然后呢, 就鞭打了马匹, 让马匹判死冲向前, 那那些马呢, 被你遮住双眼, 就什么都看不见, 你别说大笨将啦, 那恐龙在面前, 他都照通的了, 哎呀, 马呢, 就不够大笨将撞的, 大家乱那么冲过来呢, 也都令到大笨将阵脚乱的嘛, 同时有些手楼的就冲到后见, 前身安冷的士兵就乱踩乱踏的嘛, 一下子就将他阵势打乱, 将父跟着的命令, 开跑, 用大炮, 用火药来都打, 大笨将都齐在口啊, 你都顶不住大炮来打火药来炸的嘛, 而且呢, 声音巨大, 大笨将就惊起上来, 一双温暖头就乱碰乱踩啊, 当堂自己就乱踩了, 阵脚, 当时呢, 枪辅的火枪队上阵, 士兵拿着火桶枪, 冰冰马上就对着安冷的士兵来打, 大笨将的皮革啊, 你士兵的规格很薄的嘛, 枪枪倒肉的, 于是全军败败, 一下子就给他攻入多帮城, 枪辅就成势追击, 入口去攻占全国, 看南之年就平静下来了, 连外胡氏两子爷都收买, 送回来交给朱棣来到处置, 朱棣就下令全国那样找我陈氏的后代, 但是找也找不到嘛, 那时候呢, 有上千的安冷人, 就向明朝请愿, 表示安冷以前, 就是中国的领地来的嘛, 现在陈氏已经没有后代了, 就希望能够回归中国, 成为中国一个郡, 朱棣就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永乐五年六月, 改安冷的名, 做交子, 而且呢, 就涉及布政史诗, 来到管理, 同时, 安冷就变成中国一个部份, 这个是自从汉塘以来, 安冷又一次, 成为中国领袖, 安冷问题解决了, 死中国西南边界, 其他安定和平静, 但是啊, 中国这么大, 西南平静, 但是北边又起风烟, 那么后知如何呢? 期待下回分解!